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來美國的MIRROR演唱會 還有不足一陣 我們已經有很多觀眾聽眾 在美國摩拳拆將準備入場看姜濤 他們當作是姜濤的個人演唱會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 因為還有其他MIRROR鏡仔 這次正在說 姜濤之前的巡捕影唱會表現得太好了 太多正面和一個領導的評價 所以Anson Lo在美國之行 就誓要奪回No.1 不是說奪回 基本上還沒做過No.1的心態 我們有美國的姜濤 美國的姜濤以及珠 珠 除隊的姜濤 被爆料 全民都非常激烈 姜濤和Anson Lo 究竟發生什麼事 光仔你為大家 爆爆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留個言底一個心心一個笑一點都可以 還有最重要是課金支持 好了 看看這件事 傳聞就說Anson Lo想藉著這次的美國巡迴之旅 就說 這樣說 奪回這個MIRROR一哥之位 也傳聞說他在演唱會的排練 指手畫腳 似乎有心想控制這次表演的大小事務安排 其實你看回這次的巡迴演唱會 由香港站開始 到英國等等 其實最好表現最好看是誰 雖然我都離身 雖然我是姜棠 但是我只看過香港站 倫敦站 我在英國的姜棠 已經做了一些評價 巡迴演唱的評價給我看 但是我還沒有時間整理 其實都是姜棠表現得最好 老實說 當然外界有很多不同的Youtuber也好 音樂人也好 都對於這次MIRROR這個世界巡迴演唱會 都有不同的分析和報告 大致上都是評定姜棠的表現是最好 無論是綜合表現力也好 又或者是說他在舞台上的自信風格 其實跟以往更有一個更大的進步 而且可以升得起整個舞台的氣氛 當然這些這麼好的表現 老實說 一定會遭人妒忌 我不敢說 我也不敢說這麼厚黑學講到 其妍MIRROR11子 每個人都不喜歡姜棠 其實我覺得不是 但有一半就肯定不是說謊 我想坐下有一半人都不喜歡姜棠 當然這些叫做不朝道的是肉財 這個世界 當然姜棠表現得好才有人妒忌 姜棠表現得厲害才有人想超越它 當然這次這個美國之行 已經收到風有大量的神徒 已經隨機 隨機 不是說隨機 是隨著這個飛機 跟著Anson Lo過了美國 打算坐定星勢 我有的觀眾聽眾都有說 即是他們都在場去報道給高欣仔 就說其實他們一直以來 在美國之旅 即是姑且叫美國之旅 不是叫美國之旅 其實他們都有做自己的事 所以他們隨隊都有跟著MIRROR 你說去場地彩排也好 或者自己可能下街買東西也好 都有人緊貼他們的 其實除了姜棠之外 Anson Lo那邊的神徒也厲害 根據我的觀眾說 其實這次神徒在美國之旅 這個行程上 都非常多人數 甚至說拍得住姜棠 我老實說 我不是太相信的 老實說 我不是說我不相信我的觀眾 你也看到一些Youtuber說 他們說很多 不用我說了 大家都知道哪幾個Youtuber 是捧Anson Lo的 我免得再宣傳 大家都心知道 他們說到有一大群的神徒 是隨隊去到美國 去支持教主 甚至當然他們就說 他們說這次美國之旅 就不同 不同之前那些出場演唱會 說這個神徒的數量 是遠遠超過姜棠 都是那種路調 論調 就說姜棠的時代已經終結了 那個勢已經失去了 現在Anson Lo 就叫做 叫做 叫做 他這樣說 他這樣說 即是重奪 這個MIRROR一哥之位 即是我經常 即是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覺 經常Anson Lo 即是說Anson Lo的事情 有很多的傳聞 或者網絡傳聞 說要重奪MIRROR一哥之位 即是 你想想什麼叫重奪 大哥 Anson Lo 又做過MIRROR一哥 我又覺得 由始至終都不是 跟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Anson Lo 有一段時間 勢是蠻窮的 但是 已經墮了下來 即已經 即已經 即不是空機墮了 即是下墮了 已經墮了下來 而反之 而姜濤 那個勢是 一直在上 這個是很清晰的 一個情況來的 絕對是沒有含量的 所以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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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傳媒 報 Anson Lo 那些什麼 重奪 重奪 或者 奪回 這個 MIRROR一哥 這些字眼 是用得很搞笑的 當然 即是 他們有他們的論述 就說到 即是說 哇 這次這個 美國之旅的聲勢 或者那個 那個情況 就一定是 一定是 這個 神台 比姜濤 那樣 當然 這個就 肯定百分之一百 就不是 對吧 我們想想 賣票情況也好 或者是 在場也好 即是 也有說 譬如 可能跟著MIRROR 即是 我經常都 當然我經常都說 即是 叫做 追星歸追星 即是 要 怎麼說 即是 不要做些太危險的事 即是 即是 以及不要騷擾到 拍攝 自己覺得 即是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拍攝 即是 譬如很流行的 在 在巡迴之旅 那時候 他一定會隨機跟一些攝影師 即是拍攝他們的 巡迴演唱會之類的一些花絮 可能之後會 在這個 MARKUP VIEW sorry 在VIEW 會播放 可能叫做MIRROR 巡迴之類的 回憶錄 這樣 會做一個特輯 其實是不懶的 很簡單 只會隨機拍一些短片 Snap Shop 這樣去做 即是 很多人都說不要妨礙別人拍攝 還有 即是 追星歸追星 不要那麼緊貼 即是 都是危險的 即是我自己姜糖也是這樣說 但我知道姜糖也有分寸 所以 所以我其實都不是太擔心 不過是 現在在說這個 即是 Anson Lo為什麼會在美國之旅 因為 其實 不是美國 即是之後還有加拿大一場 接著就會移私回來亞洲去舉行巡迴演唱會 那 都是時候的了 其實老實說 即是 要拿個比賽 即是這個世界有時候 即是 你們都知道 比賽的事情 你一開始 那個勢勢厲害 好像姜濤那樣 可能人家會回一回比 但是他們的策略就是說 去到 即是差不多 叫做 臨尾的時候 那個巡迴演唱會 臨尾的時候 這樣就發力了 這樣就 喂 似乎就是去 說要怎樣去 他們說奪回 奪回這個 奪回這個 一哥之位 這樣 當然這些 白熱化 其實 當然就不只是姜濤 加Anson Lo 其實是姜濤加神徒在場外 都在大鬥發 說真的 譬如 你的應援牌 當時入美國牆 因為我不知道美國牆 我也要問我自己的觀眾朋友 美國牆 特別在美國地方 舉行巡迴演唱會 會不會有這個 拿東西進去的限制 因為我記得是嚴格很多 因為美國開這些大型活動 他們現在是很嚴格的人 究竟是帶什麼入場 你不知道帶什麼入場 所以他們甚至連燈牌也有嚴格管制 我再問一下美國姜濤那邊 所以他們由場外 鬥到場內 鬥燈牌 鬥閃 穿那些反光衣 高恩仔都買了一件 超反光衣 不過我留待姜濤演唱會 當時如果在香港 搞姜濤個人演唱會 我一穿過反光衣 大家都知道高恩就是誰 所以很好玩 所以這次這樣的美國姜濤就是 雖然那個勢 都是在姜濤身上 但是明爭暗鬥 所以大家就要繼續支持姜濤 希望他可以八戰八勝 好 今次姜濤的終身報道就是這樣 下次回來我們繼續 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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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